旁观结石及前列腺增大案例 医生建议我做碎石及前列腺手术 但女儿担心手术有风险 于是我听从女儿的意见 在4月6日到原始点公益中心调理 调理前症状 尿急有尿液逼不住会直接尿在裤子上 得包纸尿片 尿频每小时两至三次 小便后尿道口及前列腺持续疼痛五至六分钟 调理细节 一 每天按推一次 二 刚开始以50克干姜片熬煮浓浆汤服用 逐渐增加到干姜片150克红山须30克 三 白天用红豆袋暖贴温敷 晚上睡电热毯 一天温敷22小时 四 只吃温热性食物 拒绝寒凉 五 适度锻炼 每天从只能走半小时 逐渐增加到运动两至三小时 六 充足的睡眠 调理过程 4月6日调理第一天 志工按推剑锥原始点后 小便疼痛有所缓解 开始每天走路运动半小时 4月14日调理第七天 小便疼痛改善三成 疼痛持续三至四分钟 可以运动一小时 爬楼梯40层 慢跑十几分钟 内热源调整为 干浆片100克 加红身须30克 4月19日调理第十二天 尿品完全改善 尿疾和尿痛则改善七成 可以不用止尿裤了 小便后疼痛 只持续一至两分钟 体力上升 每天可以运动两至三小时 一步两急 可爬一百层楼 到医院做超声检查 发现膀胶结石已变小到3.9乘0.7厘米 前列线缩小为4.9乘3.5乘3.5厘米 4月28日调理第21天 药疾完全改善 小便疼痛改善九成 偶尔还有一点痛 运动调整为一步三节100层楼梯 内热源干浆片增加到150克 经过一个月的调理 除了小便时偶尔仍有轻微疼痛外 所有症状完全改善 睡眠质量变好 偶尔起夜后可以马上入睡 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 感恩志工们的心情付出